四字二解析题第十一题 求X加3分之根号X加1的不定积分 根X加3分之根号X加1的不定积分 那这题目也是一样 要令谁为U 你令U等于这个X加1的话 可能还是转两个弯比较麻烦 所以这题目应该是要令U等于根号X加1 根号加1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OK我们看它的solution 看它的solution 令U等于根号X再加1 你令U等于加1要转两个弯比较麻烦 那两边跟它平方 U平方等于X平方的X加1 所以X等于U平方减1 X等于U平方减1 然后DX呢会得两个U低U 两个U低U 所以DX要什么X要换成U 那分母A加3呢 A加3呢 是这边再加个3 这边再加个3 A加3等于X平方再加2 X平方再加2 那分子就变成U 那DX呢就两个U低U 那带回去 把所有的边数呢 S呢转换成U 给它带回去 那做个总整理 总整理 那这些假分次 跟刚才第四题类似 把它变成真分次 加2-2 会得到这一个 加2-2 这个可以把它省略掉了 加2-2 然后呢再把 再把这个2呢 提到外面去 2提到外面去 这个 这分母的2提到外面去 分母的2提到外面去 那你要知道 这是u分之2平方 u分之2平方 会得更好u分之2的外面平方 这很基本的常识要有 那我们用1加1平方会有DU 我们要1加U的平方 分之1要DU 所以U呢是这一个 心里面要知道 U呢是这一个 把它看成大U 那除以挂虎的导文数 根号1分之1 要记得除以挂虎 本来是 本来是DU 本来是DU 但是D 根号1分之1 你要除以根号1分之1 除以根号1分之1 那系数要处理 系数要处理 这边是中挂虎 不要弄乱了 这边是中挂虎 两倍的U 减掉 U减掉 二根号消掉 那这是根号1分之1导数是根号2 2中挂虎 U减掉 根号2倍的 act- 根号2分之1 再加C 我们看他的 打字的 U减掉 根号2倍的 act- 根号2分之1 再加C U呢要给他带回去 U呢等于根号X 再加1 U呢等于根号X 再加1 再给他带回去 给他带回去 所以两倍的 直接把2乘进去 两倍的 根号X加1 减掉2根号2倍 2给他乘进去 2根号2倍 act- 根号2分之 根号X 再加1 再加一个集分场数C 这是我们的四字标节 C题第11题